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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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阿里在今天這集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停損 大家知道最近盤勢比較正當 但是很多人在停損的時候 停損不下去 那如果後續股價有一波的大跌 這個事情就大掉了 所以我覺得投資真的要停損 但很多人真的沒有辦法克服停損這一關 畢竟人性本來就是規避損失的嘛 那有什麼樣的好方法可以讓你停損 有辦法嚴格的去執行呢 答案當然是有的喔 那是跟阿克力個人獨家的撇步啦 那我把它稱之為 不虧損的停損 阿克力你在說什麼廢話嗎 停損就是虧損 哪有什麼 不虧損 那我覺得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大家都不想要面對損失 包括我也是一樣 可是如果我們把格局放更大一點 你的損失如果只是單一個股 但是對於你整個投資組合 是沒有損失的話 欸這個樣子 是不是大家就有辦法停損呢 我把它稱之為移動式停損 什麼是移動式停損呢 簡單來講 就是你拿賺錢的賣掉 去補掉虧錢的兩個同步處理 那這樣子的好處 雖然看起來你賺到的這個錢 好像沒了 因為這邊有虧損嘛 但是如果你換一個角度想喔 那你整體的資金退出來呢 如果在盤勢不架的時候 你可以避開 進一步往下跌的損失以外 當盤勢好轉的時候 你反手在買進 也有比較多的籌碼 那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去老邊好了 老邊也舉了他 一動式停損 他以前也是不太停損的啦 那聽了我這個一動式停損 建議之後 他也開始用的覺得還蠻好的 例如說他之前有一支聖醫股 兩支虧了大概將近10%的報酬率 那個虧損的金額大概是5萬多 那他後來買了一支租賃股 那租賃股呢 最後也如他所料喔 漲了10% 所以他就把租賃股賣掉 賣掉是賺了7萬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一來一往之間 其實他還是小賺的 那最大好處是 他整體的投資組 退出來的資金 大概有120萬的水位 那這樣子是不是最遇到盤勢不好 他就能順利的減少一些 那在未來翻轉的時候 他也有更多資金 所以提供給大家思考啦 移動式停損 你把你這個停損的概念放在 我整個投資組合 其實沒有什麼虧損到 那自然你就有辦法 去把那個爛的要吃的股票 你看人不爽了 去把它處理掉啦 好了 哦 我好 十分 然後 我 別了 谢谢观看